哈喽大家好,我是永康,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话呢,咱们继续啊,来看这个三国战地一统人员的这个三代啊 一个A赵云,一个苏同秀啊 之后呢,是打到了这个游戏的第三关啊 这个呢,是在随机关卡里的第四关吧 好像是吧 啊,好像是第四关,也是21分钟打了四关 哎,他这么一看比较慢的 OK,这里呢,我说买上了衣服啊 这个衣服呢,这个土雷呢,就起了这一个轰炸机的效果 可以看到是吧 基本上呢,有一个小全屏幕的这样一个输出了 然后呢,这帮忍者不怕土雷啊 千万不用土雷,这帮忍者呢,怕这个飞碟 咱们用飞碟划一划他 之后呢,套装呢,肯定就是这个视察套啊 对加攻击力的那一个套装 之后呢,这一局呢,也算是这个速通呢 这个还没有,方案还没有完,完全吧 这样的这么一局 好,咱们这里呢,继续啊,打一个这个清兵 以及地杀,因为呢,气已经满了 所以说呢,咱们地杀清兵兵 然后呢,左边的这个火树还能捡着 右边的盒子币也能捡着 捡一个这个加血 之后呢,一堆蛇蝦,一下一个 所以说呢,咱们就不再用道具了 随便摸,因为有鞋啊,走得很快 这样呢,哎,哎,你让我摸一下啊 我妹想跑啊,哎,摸摸,对,摸摸 好,捡一个清兵,留着卖钱,满格了吗 OK,来个天亚兵,直接开个自杀 我上来 好,之后来个夏火焰,直接暴起转堂 这个机会 哎,这里其实不用等他 他这个出场的招好像不是无敌的吧 我也不太清楚啊,感觉不像无敌的 下次我直接就干他 让他连这个招都出来 然后呢,咱们这里呢,随手扔了一个 再把这个要剪的道具换上 往上路走 这关的话呢,这个下上路是这关的任务啊 所以说你必须得这么走啊 这关的任务不能不做啊 前面呢,已经有一关任务不做了 这关的任务呢,必须得来上啊 然后呢,这个黄石公共其实也这个不较 比较不错的清兵道具啊 不过没格了 好,捡了一个黄石公 哎,飞碟其实丢了行啊 飞碟的话呢,可以一丢啊 因为呢,我这还真不缺气 这个土雷跟这个九瓦只得一捡啊 这两个东西啊 哎,我的九瓦也捡不上了 扔一个抽奖令牌没用 哎,对,捡一个九瓦 因为呢,这个暴起以后 暴起以后呢,这个 这个啥啊 这个超杀呢,是可控的 有的时候呢,你可以开个ABC 然后呢,用超杀清兵啊 比这个小必杀好用 但是一般情况下用不上啊 反正呢,这个九瓦 无论是卖钱还是使用性啊 都比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抽奖啊 来到靠谱 然后呢,这位置呢 就是一拼一拆一个 之后往前走 这个地儿呢,肯定不进兵电门啊 因为呢,这个 只要是但凡是走的路线越少 他们这个速通就越快了 这里呢,拖一下屏幕啊 直接呢,把两胖拖没 直接横了走 哎,你看是吧 这里咱们不捡这个兵电门啊 这个必杀的话,应该是从头往右开啊 这一定没这帮怪是后退的 我在当时打的时候呢 不知道这帮怪是后退的 你看这又是一个细节点 看见了吧 如果这个帮怪是后退的 你看这必杀看板上 除了这个再退 你去,从头往右开的就好了 这位置呢,剪一两截 哎,你开始把这个从头往右开 看板上,右边用这个轮给他甩下死 给他死啊 那好像这必杀怎么都差点意思了 看来这地方超杀靠谱 这里呢,直接黄之宫开场 既清牛,清铁甲 剩一个兵不要紧啊 他还刷兵 扔,捡,捡,捡,完事 之后清灯有了就不要了 这里呢,直接暴戒,堵开场 暴戒白河亮世 开场赶着这个忍者兵 三段 四段半个血 那这样呢,两套就带走 之间的一个渡标追地 好像追不了地啊 反正无所谓了 两次给他带走就完事了 你看到这把这个罩 哎呦,这失误了 这个赵云,你该说不说啊 这个速通啊 无论是这个打boss的输出 还是这个清小兵靠道具流 都是管用的 OK,咱们这里呢,看一看 把酒爆了 直接呢,捡一个这个啥 捡一个这个石头书 卖钱啊 钱还是比较重要的 尤其是前提的钱 如何快速把这个一套试杀套装整呢 这一套试杀套装就位以后呢 攻击力的提升 我这里为什么不打BA啊 BA一下清不了这个桥吧 这个攻击力的提升 那绝对是这个 极大的一个提升 所以说呢,前期的钱很关键 后期的钱呢,就那么低了 之后呢,这里继续打小追杀 捡一个莲花 好,站在这等啊 不管地铁爆杀 都站到这等啊 先把这个蒙游一次性秒杀 直接爆气 打开两次 打开两次 追杀 好,这里超长的是想连上啊 结果没连上 没连上也不要紧啊 咱们的后期打得起身 你竟然可以把它带走 这样的话呢,把蒙游带走了 然后地铁那个钱都没剪啊 这不是傻的吗 地铁那个大钱 就能够剪啥了 不准个三万的 这里面打一个超杀 直接死,秒杀 你看是吧 这就是赵鱼 而且呢,还是这个装备呢 没到位的赵鱼啊 等一会儿我装备就到位了 这款过了,装备就到位了 咱看看装备到位的赵鱼啊 那是更加的牛逼 剪个身影笔,随手卖钱 之后背面上的道具呢 这些全可以不要啊 下一次我看看我给包剑也卖了 提前要获得这个套货 这里呢,开始卖 一顿狂岩 嗯,狂岩 疯狂的 大酒留着了吗 大酒清晰也不用留啊 给这个腰带买的 然后呢,还有钱 这里还有钱呢 可以附磨一个衣服的B.I.S.勒 腰带没有附磨的 哎,B.I.S.勒 然后鞋就不够了 鞋的话呢 附磨跟他打M.S 就是连段越高,伤害越高 之后呢,这里呢 小冰山清兵 好,走 这关呢,也是速通路线啊 就是往上 为什么说这个路线好呢 武山路线 就正常的速通路线啊 贼,贼得劲 这里呢,大巧带大狗 直接土雷 人去清这个土雷 没覆盖到的这个地方 哎,你看是吧 然后呢,这个地方呢 是这个扔一个莲花啊 因为这个大驴太硬了 咱们用莲花解决它 之后呢,捡土雷 往前走 钱都没够容捡了 直接上去 上去之后呢 快速清兵 这位置呢,直接必杀 蛇,胖子,得给我死 捡死的 捡个钱 然后点开看看是啥 这位置呢 直接一个必杀 清掉特价兵 这样的开无双 开无双的话呢 打我疼不疼是一回事 主要是耽误时间 他一个无双 那起码有三秒的无敌时间 要打不了的 好,这里呢 继续捡土雷 再往前走 左右 这必杀或者扔雷 毫无疑问 得来一个 你看这吧 这个照一个清兵 然后呢,继续 这里呢,再来 你看我这小清兵 还可以的 之后呢,再来 哎,哎 我再来 这就是有气的好处 有酒的好处 任性 点死留一个 可以直接走 问题不大 直接往前冲 什么时候没气了 什么时候爆酒 有气的话就不用了 这里呢,愣一个土雷 再愣个土雷 来个下火源 卖钱 来个这样 银青兵 然后呢,继续看看兵 右左 其实就是右左的兵 哎 就这最好 一个方向能道具 一个方向人输出 就完事了 这是右左的兵 最好的处理办法 哎,你看这吧 看看这啊 左右兵的处理办法 好,往里走 哎呀,这个气的 白瞎了 剪不上了 我要是知道是气的 我就等一步了 我不知道是啥 毕竟得以四走 这四通嘛 这里的一个V杀 清一六 直接人的暴气 堵住这一怪子 看上位置 白鹤亮之一 白鹤亮之二 你看这个套装 这个鼠星起了以后 看见了吧 之前钻的一个忍者兵 你想想伤害 你想想现在的伤害 对吧 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捡一个风 捡一个语术 毒标都来不及捡 直接就撤了 这个地方 这个刀兵刷的 其实有点坑地啊 实话是讲 这里呢 是一个加气的地方 但是呢 这个刀兵 反正位置缺气 无所谓了 不勒他们 这宝贵的土雷 不能冷给他们 没有 清他们跟不清他们 都是这么长时间走 一定要想得透这一点 一定要想得透这一点 这个地方呢 用BX的原因 应该是气还能压上 反正打下会员 我已经气息够了 之后呢 等 开场 先暴气 提前暴气 等待下会员的出场 NC卡一个位置 保持自己不动 就是在吓回脸上 直接就钻死了 你看这个玩意 当我这个套装上了以后 这个速通的效率 那就是直接是 平不清云 这也是为什么说 这个前 前期的重要性 好 咱们继续来看游戏的下一关 后面我看看打司马一样 用这个暴剑 跟这个白鹤亮石伤害 差多少 差的不多呢 以后再玩 那就先给暴剑卖了 先起套装 之后呢 咱们卖装备 附魔 老套罗 附魔个MDS 强化了 我这里强化个腰带 其实也行啊 反正是 都得整 但是感觉先附魔靠谱点了 也未必 这个玩意说不好啊 连段越高 跟这个直接加攻击力的话呢 我也说不上哪个好 因为也没实验 之后呢 这里呢 左右兵 再扔莲花 这就是土雷弥补 这个比你不了的那啥 就是莲花 这个清兵效果 土雷所不能比你的一点 就是左右来兵的时候 怎么办 这位置呢 给了个十四万啊 十四万还不错 虽然说来得有点晚啊 但是的话呢 有比没有强 之后呢 孙权登场 开场独标 被他跳过去了 没事啊 咱正好 别躲了他一枪 我也不亏 之后呢 四个白河亮翅 一个平A 打一个对地 再来白河亮翅 死了 输出的王者是吧 这是谁拿剑都比不了的 毒气满了 咱们的捡道具卖 捡土雷清兵 直接走 这个小钱就不捡了 耽误时间 之后呢 这个地图呢 是这个啥 这个这个叫电道 119的电道 来到了这儿 还到这儿 一顿这个啥 一顿这个平A加B的清兵啊 这酒有点减多了 这酒 这用不上这么多酒 该说不说 这个有鞋之后 这个赵云的跳A 不好一跑 多包点这个 这个雷神锤 跟实际残液啊 在这 这个速通里边 清兵神器啊 比这个土雷好 你看这个土雷啊 虽然说清兵快 范围大 但是呢 这个土雷呢 有电视效果啊 这样的话呢 每次鞭尸 就会耽误一秒 所以说是吧 但是呢 你还不能不用啊 这个玩意的话呢 再鞭尸 可以比一 普通问题清得快 这就看你什么时候用了啊 好 这里你看雷神锤都好 直接垫一下就完事了 最后呢 往前走 这位置呢 直接是左右的兵 所以说选择弯锁土雷 但是呢 人没有低时间往右 有点少 主要这个兵 跟哪出我 记不住 实话实讲啊 还是记不住 然后呢 继续土雷轰炸 让这车快滚 之后这位置呢 BX也行 其实BX也行啊 但是BX有的时候会变事 这个玩意就是 看这个小兵出现的时间点了 所以说呢 这个归金解体 还是莲花 清兵 牛鸡 这个玩意 从卖架上也能看出来 对吧 土雷卖六千 莲花卖两万 这个清兵都不一样了 之后呢 土雷扔完了 又捡了个新的 这个位置呢 直接是BX清兵啊 因为这个兵在一起出来 没有先后出 这个BX呢 他也不编尸 你看是吧 都是细节 然后呢 这里呢 直接来扔个莲花 这个兵先后刷的 点个莲花 之后呢 这个兵呢 是一下就点死 所以说呢 直接选择跑位点 然后这个兵呢 是聚到一起了 直接一个土雷 有一个小兵需要炸两段 那就正好了 然后这广告牌子不要打 内广告牌子打完的话呢 多出一匹兵 然后这个熊牌啊 在这个版本里 我不知道多不多出啊 在19版本里边呢 这个地方呢 是熊牌打了会多出一匹兵 所以说呢 这里又选择不打了 因为熊牌打了也没用 对吧 打了也没用 正常的话呢 这匹兵出完以后呢 就不再出兵了 如果熊牌打了的话 就会多一匹兵 哎还真是啊 这个呢 熊牌没拆少出一匹兵 跟19一样 之后呢 把这小兵清掉 直将先走 等这波兵出 这波兵呢 因为都是一个一个出的 所以说咱就因为啊 被他放倒了 被他放倒了 然后呢 继续 趁着小兵死亡的时候 捡点钱 你看这吧 这是左右点 然后 哎这小黄叔其实可以捡啊 咱们太着急了 还是赶路去吧 这小黄叔其实是一个大钱啊 这个位置BA能打死吗 也能打死 咱赶紧BA吧 捡钱 之后呢 小兵来了 就清兵一杀 然后呢 趁着小兵实地消失 捡到剧 小兵来了 一杀 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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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实币 土雷 核实币捡不上了 亏赖娃娃不用丢 为什么呢 因为亏赖娃娃后边我得买 你再买亏赖娃娃三万一个 你丢了亏赖娃娃 捡一个核实币 亏一万 核实币卖五万 对吧 所以说呢 这是我不丢的原因 而且呢 这个到后期的话呢 这个钱啊 说实话多一万两万 实际效果也不是很明显 反倒是这种实用性的道具 是吧 是比较管用的 这里呢 这个先把这个赵云带的兵清掉 他就会杀兵了 即便他在这个打这个白鹤亮翅 这位置的开超杀 人家必须可以打兵 你也懂了是吧 这玩意太贱了 然后呢 这超杀蓄到玛丽 看盘着 蓄到玛丽连荒宗都带死了 之后呢 这位置呢 武器打开场 清一个小兵 但是马烧没打到 这个地方这个马烧出门翻轨 这个马烧的话呢 得来一个超杀 这个地方我看走了 这个地方如果再打的话呢 就是暴ABC 用超必杀 技能加戏 是用的清怪 而且这个Boss兵 也是一次性带走 除了赵云 下次得甚至这个 这里呢 我是包了个BCD 开一个超杀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个嫂子 我是考虑到这个嫂子 跟鸟茶 那一波小军军呢 一波必杀就能收走 而且的话呢 这个必杀呢 你可以进入双方语 你看是吧 比如说这个时候呢 我就等他上 哎 这时候其实可以放啊 但是呢 不放的原因 我还等他上了 然后还可以开一个 这位置能开出来 开个小必杀 这个位置其实还可以开个超杀 再开一个这个仗金 这地方呢 因为这个左边这怪他要笑啊 会耽误时间 所以说呢 我不让他笑 这位置呢 连花在被杀 直接秒杀 好 陆军还活着 咱们这个位置呢 得冷一个酒服了吧 酒呢 我的酒呢 直接暴准开超杀 没问题 然后呢 等花在喜神给他打死 这个剩一个胃炎 直接给他单抠 白鹤亮之久的抠死 就完事了 还有一批瓶 那不用管胃炎 哎呦 这里B杀没开始来啊 这个开场位置算是站队了 然后继续输出 暴击白鹤亮智 输出死一个 再平A 输死他俩 干净绿路往前冲 这是为什么不减时间器的原因啊 这个赵云 如果你速通 在这个场景 用了时间器 那你这个赵云的速通 这是不可格的 完全不可格 这里被放倒不要紧 咱们这里呢 直接是用这个白鹤亮智 给住个亮打死 然后呢 平A 这个位置呢 直接一个毒气 毒一下从主要上去 清大狗 看见了吧 底下的 底下的兵 用毒气清 上面的这个兵 用这个平A清 然后呢 控住孙权 回手再打这个雪橘长的孙权 你看是吧 这个套路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位置呢 直接小臂杀 其实这地面应该开超臂杀 还是等我没气了 之后呢 扔一个毒气 打一个这个白鹤亮智 这个张鸟死了吧 被毒死了 然后这个大驴呢 可以开一个超臂杀 哎 你看这个玩意 超臂杀给我死 看见了吧 然后呢 这个司马仪 直接白鹤亮智 我这里是换爆剑 咱们来看爆剑的伤害啊 一 二 三 好像不如白鹤亮智 白鹤亮智也直接 四下就断死了 那么呢 这么一总结 下次爆剑 剪完就卖 打完续主 直接就卖 你看是吧 这又总结出了一个点 要不然的话呢 这个爆剑差哪了呢 他从头到尾 一直占我一个格子 让我呢 就是这个格子的道具 都卖不出钱了 不光是差这个 卖爆剑的钱啊 比如说这关 我给爆剑卖了 我通出这格子 下一关呢 爆剑这格子可以剪 比如说小帮叔 可以又卖四万 对吧 那么呢 这里呢 又总结了一个 这个速度能提升的一个点 你看是吧 这个游戏这个东西啊 你就这么 慢慢这么总结 白鹤亮智没出来啊 这就是自己操作上的问题 这总结不出来什么玩意儿 操作不行 好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以36分钟的成绩 干倒了这个武神 张灵剑卖啊 我怎么扔了呢 我好像傻 哎 我谁谁我核实币啊 那我前面核实币还没减 我好像是傻 好吧 无所谓了 咱们的继续来看 继续来看 之后呢 这里到最后一关啊 你就先别去强化了啊 也别附魔了 最后一关呢 这个 哎 这个包剑这手买 看来这个先卖包剑是对的 九户留一个 然后呢 这个钱呢 先买隐身衣 先买重要道具 所有的小道具 所有的清兵道具买齐啊 然后呢 再买隐身衣 隐身衣买齐之后呢 再买云里娃娃 这些都买齐了 剩下的再强化 或者再附魔 然后这就可以看到呢 钱还是打的少 这就是 呃 后买头盔的一个坏处 如果呢 这句钱呢 打的多啊 我把腰带跟头盔 强化都点满 鞋子这里呢 我在附魔 给鞋子呢 整上一个这个MDS啊 增加这个连段越高 伤害越高 之后呢 剩的钱呢 小道具这个买齐之后呢 我又强化了一手 这个腰带 可以看到呢 头盔还没强化 是吧 攻击力呢 还没达到顶点啊 这就是呢 这局速通钱不够啊 钱之所以不够呢 就是这个头盔来的晚了啊 头盔长慢了 然后呢 咱们这里呢 出场一个练花清兵 然后就开始转 然后就开始转 这里其实不对啊 这位置应该研究 一个好点的办法 呃 有一个什么好的 清兵道具 能一次性把这帮小兵 全撂倒 还不耽误输出时间呢 史记残业 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就是扔完这个 一个道具之后 比如说呢 我扔练花 然后呢 反手就一个史记残业 这样的话呢 这帮兵应该就残灭了 下波兵就出来了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下波兵呢 用什么 用必杀输出 可能能快点吧 这个呢 后期可以再尝试尝试 你看这吧 你看这波兵 莲花扎倒之后呢 直接就史记残业 那样的话呢 可能这个小兵就全死了 然后呢 下皮一出 再来这啥 再来这个莲花 跟史记残业的这个组合 然后呢 这个可能会好点吧 因为呢 没钱买张网金了 而且呢 张网金的西红效率也不高 你看 是吧 西红效率也不高 这里呢 咱们呢 直接是这个毒气 追地 白河亮师 打棚斩 是一个憋一个条 把这个水子打死了 然后呢 这里继续莲花 莲花没死之后呢 可以继续打一个莲花 或者必杀 我这里是再打个莲花 然后这里来巧了 就要用这个土雷了 或者用这个必杀 我这里呢 是扔了个隐线衣 然后炸土雷啊 因为这隐线衣 因为你不扔 这怪呢 肯定会把你这个打倒 那样就会耽误时间 我这里呢 直接是白河亮师开始钻了 然后呢 这个怪呢 就 这个隐线娃也没招 他也不出来啊 这有啥招啊 是吧 然后这位置死了就死了 无所谓啊 他终于出来了 这里呢 打一个CI 开始挑 然后呢 AA大逢完事了 搞定 之后呢 剩点残余的血量 那这么来看的话呢 潜入我再多点 再来点史记残业呢 老逮了 你看是吧 这位置呢 阴间刀兵用土雷 武龙刀兵用平A 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 哎 这个地方其实 这个兵上下出啊 我可以先把下边 非阴间的刀兵给他打死 哎 你看是吧 然后呢 上边阴间的刀兵呢 因为你非阴间的打死呢 就够刷下皮的数量 然后呢 你再用这个道具看盘着 这里四个兵死了 又刷四个兵 啊 就是八个兵可以同时在场 所以这个地方的清兵呢 好像也能这个再循环循环 然后呢 这位置铁甲兵 直接扔鼓雷 凌杀 之后呢 等张辽 张辽这么长 直接爆气 啊 用毒标炸他 炸完之后呢 可以直接外合晾智 啊 这个呢 也是这个 我在 之前啊 没言证明白的 啊 我说这个 之前变动不出打的 打的不对 啊 在这之后呢 找到了这个办法 实际上呢 这里应该扔予宝宝 啊 应该用傀儡 我感觉傀儡就这么高 傀儡的话呢 直接定住 不差一个毒标的伤害 我这玩意完全就不差 对吧 出门就一个美人机 出门再一个美人机 我这美人机 可能到最后用不完啊 这个用不完的话呢 又就是 又是道具上的一个浪费了 对吧 这个地方呢 可以扔点这个 超臂杀啊 我感觉这个地方呢 超臂杀呢 直接 直接起 然后再来一个土雷 比如说超臂杀王组 然后呢 再打一个土雷对地 应该就秒了 或者说这个 这个啥 实际残业追地 实际残业也不贵啊 到时候呢 可以考虑投资点 投资点钱 在实际残业上 你看这吧 包括下批的boss呢 也可以超臂杀 带一个这个啥 因为这个boss 你注意的 出来的地方呢 比较的集中 看不看这 比较的集中 这样的话呢 你这个臂杀 基本上是三重 三重呢 再配道具就可以了 你要是不玩 要好看 好 前面这个吕布 为了快呢 只能是女生一样 这没什么好多的了 然后呢 这批小别 因为都是兽兵 所以说呢 咱们就给他扒了死 就完事了 然后呢 来一匹硬兵 贴打兵 咱就开具杀 这里小具杀机 我们先弄 哎呦 真可怕 这有个障碍机 可能能好点啊 前面如果能省点障碍机 你看 这个人 就生生的耽误了六秒 这里我就一生气就死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现在不死啊 你这个 怎么说呢 到吕布呢 你再一死 可能会耽误点时间 这是我当时的一个想法 后来想 你不是也要过死了 数不没了吗 对吧 这就是我对这个版本 玩的还是少啊 这个数如果不没呢 两次白克亮石 应该就钻死了 这个数加工匹率下的多 就我当时忘了 所以这一看是吧 这又是一个 对这个版本的一个不熟悉啊 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这个地方呢 又被吕布干倒 这就亏了 是吧 如果吕布呢不死 那这里就不一样了 然后呢 继续独标起手 再钻一顿白克亮石 好 那这个吕布呢 打的不好 对吧 OK 咱们呢 把这帮 下兵还是放东西吧 还是耽误时间的 好 打死之后呢 咱们继续往前走 来看前面 这呢 是直接 这如果是有刀具就好了 这有刀具的话呢 也是刀具杀 刀具杀会快点 因为这个人是不学技的 这么凭杀 反正也不慢啊 但是呢 肯定没有刀具 一下就等 等 一下就结束来得快 啊 这个地方如果有吕布 就好了 这地方是哪吕布啊 这时候吕布 老得劲了 我这里呢 就打个AAB杀 但是呢 很明显吕布没死 对吧 这里如果是有吕布 哎呀 往一个方向滚了一炸 可能吕布直接就秒了 这里不要是给一个 引擎衣军 那又慢了吗 对不对 你看这就是一个总结 对吧 这个最后一关呢 这个道具呢 当时呢 还没这个细研究过 好 好 那这里呢 接着来 这个乌吐骨 这儿其实可以扔克里瓦 扔个毒气也行 毒气的话呢 也把这个大虾弄死了 但是下一个大虾碰死了 只能期待他别来 来我就骂你 哎 大虾 好 这位置呢 大虾没来 滑布在毒气 这个地方呢 毒气也都行啊 不过呢 拼点运气 然后呢 继续想想到吧 好 出发 其实这个毒气呢 应该留点给武神 就是说呢 我给武神变成动物之后呢 用这个白鹤亮之转 白鹤亮之转完以后呢 毒气追地 要不然呢 别的道具不好追地 这个你看是吧 前面呢 多有点别的道具 比如这个飞碟了 或者多有点别的 这个那个的了 对吧 就好了 归根结底呢 这个最后的道具 分配的还是差点意思 好 咱们再继续往前走 来了 这帮妹子怕毒标 咱们用毒标清清 剩下的话呢 这个打打零零三散的兵 之后呢 时间往前走 这个妹子呢 怕飞碟 你来着把鱼镜下飞碟 给这个妹子飞掉 然后呢 咱们接着往前走 前面呢 一堆这个驴 这个驴的话呢 毫无疑问 开个必杀就犯事了 对吧 因为必杀全亮 然后呢 一堆boss 这个boss的话呢 还是一堆驴 那接着开必杀 这个驴好处理啊 这个驴的话呢 这个必杀 因为都不倒地 还没死 我以为死了呢 扎死 然后往前是一堆boss 这堆boss的话 看看 往前弄一个傀儡也行 闭眼的烂钻也行 反正的话呢 这个怪的血量b 你看就把钻死一个 钻死两 钻死三 因为这里呢 没有什么道具呢 一次性把他们全撂了 所以说呢 这个打算就算挺快了 然后呢 这几个 等他们分开 只有一个分开的就傀儡 反手就爆气 两个白和亮之子死一个 也就是说呢 两个傀儡娃娃 那就死一个 那么呢 四个傀儡娃娃 就全搞定了 对吧 因为剩最后一个 你不用傀儡啊 剩最后一个 你还用什么傀儡 这样的话呢 你看到这吧 哎 甚至都用不上四个傀儡 你看 这个第二个傀儡 打他一套 打他一套 然后呢 第三个傀儡 傀儡 爆气 他应该是死了 一 二 三 四 超必杀 我这打个大鹏 其实应该打超必杀 这打的不对 也不学轻易 对不对 超必杀就好了 四个大鹏 然后呢 继续等 起身 傀儡 先钻血炒的 这没有问题 之后呢 等这个 这个血炒的死了 再揍这个血多的 麻烦 这地方傀儡 是没毛病的 哎 我躺下 你还站起来了 里边的话呢 隐身一 毫无疑问的隐身一 爆气百合量之 钻走死 但是 一点毛病都没有 你看是吧 这来一两只 哎 这反正 这 真好 你五身就是不玩啊 多鬼啊 拿过来这个脚 给我呢 看着起草 起草大概过了四分之三 就是一个隐身一 差不多就到点了 然后呢 咱们继续 再爆气下一次 百合量之 这个爆气爆的对不对不对 这个爆气呢 别震着果死就好了 这样呢 又耐用了那两时间 之后呢 下一个隐身一 然后呢 再来 这样呢 三个隐身一 就带走这个果死了 剩下一个五身 如果有一点 这个毒气筒 我呢 我呢 直接动物书 带那个啥 动物书带那个 那个啥来着 动物书带毒气 这个五身 这五身大概需要 四个毒气 一把功能 反手动物书 看见了吧 这里呢 给他A到板边 百合量之一 二 三 四 这是第一套 然后呢 点倒 毒气就好了 我这里没有 我这个位置呢 调了一个背叠 然后呢 这里夺五身一攻击 这就慢了 还是吧 这就没一句输出 然后呢 第二次都变成 这个小狗 又不好抓了 看盘着 看盘着 这个是没有毒气的坏处 之后呢 顶到板边 百合一 百合二 百合三 百合四 平A飞盘最地 有没有 可以 不错 然后呢 再继续 再白色 再白色 再大鹏 平A 飞盘最地 漂亮 可以啊 这里打出 傻呀 飞盘过去震一下吧 我是真脑子 这就是盲中出错 我常说的盲中出错 因为飞盘击速之后呢 过去暴气震 它就会出现这个效果 还好吧 46分 23秒 可以看到呢 能赶进的地方 还有不少 最后 三个傀儡 来一个这个 88 16 2400的一个套餐 咱们的赵云的速通 也就带到这了 虽然说呢 这个 方案上呢 研究的还不透彻啊 但是呢 你不得不说 这个46分钟就通关 这个速度的话呢 绝对是不慢了 那么好吧 我呢 是本期的解冲 如果呢 各位喜欢的视频啊 记得帮我点关注 然后呢 长按点赞键三秒钟 给我来一个免费的小三连 最后呢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拜拜